许森在医药界被称为华人之光,身为学霸的他无疑非常抢眼。 随着非虎之壮志英雄剧情的深入,许森的另一层身份也曝光了,他是董启超的私生子,他归国加入杜文斌的公司,这只是他复仇的第一步。 对许森不管不顾的董启超,他是许森最恨的人,因为他许森失去了母亲,失去了外婆,这个世界上真心爱他的人,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,让他再也感受不到爱的味道。 许森曾说过,做药表面上是造福人类,但其实个个都唯利是图,这句话既是他对董启超和杜文斌的点评,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的呢? 董启超是一个黑心的商人,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,他不惜铤而走险,最后他还甩锅给他人。 杜文斌,蔡赵培都因此远离他。 杜文斌看似是一个良心商人,但他对金钱的渴望不比董启超少,为了更高的盈利,他同样可以放手一搏,当初蔡赵培被迫远离医药行业,何尝不是他的杰作呢? 许森看似制药高手,但是他的本意也不是救死扶伤,他只是想赚更多的钱,以弥补而食的缺失,同时他也想打败董启超,让他永无翻身之日,这是他现阶段的目标。 于是,许森利用磊尼和李奥的富国心切,让他们知道DH2的存在,他本想以此投食问路,逼迫杜文斌交出DH2,结果直到最后他的计策也没有奏效,他才知道杜文斌手中或许没有DH2的配方。 杜文斌最重感情,妹妹杜以盈是他最重要的人,蕾妮兄妹以杜以盈的性命为妖邪,都不能逼迫他就范,足见他此刻的确没有DH2。 只是从种种迹象表面,杜文斌都是获取DH2的关键人物,许森此计不成,他又生一计,他心知杜文斌也想要赚更多的钱,于是他提出研制抗读剂,P3实验室的资料会加快他研究的进度,如果杜文斌想要凭早日上市,他就要交出过去的研究资料。 在这种情况下,杜文斌只能和盘拖出蔡赵培的事情,许森顺藤摸瓜,让离他得到DH2更近一些。 不仅如此,许森的帮手也在这个时候露面,从他的身形看,这个幕后大佬正是许俊飞的上司。 他利用植物之变,让许俊飞从飞虎队带走蔡赵培。 许俊飞并不清楚顶投上司心中的算计,他照张办事,却落入了敌人的圈套,蔡赵培从他手中逃脱,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本来,飞虎队队长展博文就讨厌许俊飞,因为这件事,他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。 许俊飞没有上司的支援,飞虎队也不是他的后盾,陷入孤军奋战的他,目前的处境很是艰难。 不过,飞机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,相信许俊飞的大男主光环会帮他战胜困难。